大家就說 當你不參加初選的時候 大家就說 第一個 你會不會投黨參選 這是第一個 不會 第二個 你會不會選擇去跟人家合作 當副手也好 結盟也好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從此你就自修了 就退休了 更不會 就不完了 就說從此以後我就去退休 人家還有情走基層 退休幹嘛整合力量 大家都在想這三個問題 你說選到底退休跟誰整合 我就說投黨參選 然後去結盟合作 第三個就是退休 還有公開交標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不曉得大家看稿 應該有看得仔細一點 還有這個因應情勢 就是黨的呼喚人民呼喚社會的呼喚 還有一個就是不會辜負 那個人民期待 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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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政權 所以當然他會 請你聽清楚 請你聽清楚 他已經在反民進黨這一邊的意思 聽清楚一件事 非民進黨非排名 他雖然都講國民黨 國民黨 但是他不是講政黨輪替 他是講政權輪替 他不是講政黨輪替 這個可以做文章是不是 這是一個政權輪替 還有一個 換人就好了 不定什麼黨 換人當然就政權輪替 所以這是換人就好了 不用換黨 他就是一個政權輪替 那不可能是民黨 當然我們平常講的換黨 當然平常我們講的時候 是政黨輪替 那你們有沒有看到 那個叫做政權輪替 那這個應該怎麼解讀 因為他不會寫黨 突然打不出來 因為那個人還沒阻擋 有要跟柯文哲合作的意思嗎 不太可能 你跟柯文哲合作 那如果他是國民黨提名人 副手是柯文哲 考慮合作是選項 如果你不是國民黨的提名人嗎 你不是國民黨的提名人 你去跟柯文哲合作 那那你不是 就是他剛才所說的黨紀問題嗎 所以現階段要怎麼解讀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 在七月初選之前 第一強第二強 會不會產生任何變化 會不會產生任何變化 就最近你也看到 大家問題都不斷地被拋出來 會不會產生變化 第二個初選後會不會產生變化 各位都好像想說 不會去面臨到一個換柱的過程 但是如果真的面臨到局勢 很差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呢 我跟你講他已經不再是 局勢很差的時候他主席頂著 不是 你看第一階段 上次主席頂著 這次主席也會頂著 你看著 那個換柱的那個階段性 第一階段是總統選舉的考慮 第二階段是立委選舉的考慮 就是走到最後不得不換 是因為立委 立委選舉 那現在會是怎麼樣一個變化 其實所謂的因應時局 對於王也在看這個變化 如果說他現在去跟他說 他會跟誰結盟 言之過早 因為我這樣講 我也覺得 我這樣講 現在他不參加初選 在初選前 他親口 親口說的 他會中立不會偏向哪一方 他會中立不會偏向哪一方 意思就是說什麼 如果在初選階段上面 如果如意進行的話 他是不會去偏向郭台銘 或是去偏向 這10%在初選權最重要了 他幹嘛初選權不用 這10%鐵粉 現在大家都要找他 對 但是問題是說這10% 我們最好奇的一件事 不要說挺不挺的問題 這10%如果他不是參加初選 其實這10%很值得研究 他會往哪裡 對 我能不能這樣講 他親口跟我說 對嘛 他親口跟我說 早就好說了 他中立 他們會去 高雄主要中立 中立是我家 桃園的中立 你家一個 這是一對一 他親口跟我說的 因為我也曾經問過他 你會不會去偏向哪一方什麼 他是親口說他都祝福 但他絕對會維持中立 不會去 當然看到今天的表情 當然這一句話我想說 他當然也是有一些 感情上的問題 我所謂感情不是那個 我說大家彼此之間 情感上的問題 情緒上的問題 情緒 好 比較標準一點 情緒上的問題 當然情緒上的問題裡面 你不要忘記 5月15號他在那裡講的時候 他特別講一件事 怎麼會沒有報名的人 可以參加比賽 沒有報名的是誰 所以他為什麼第一段 寫三三糟四 沒有報名的是誰 沒有報名的人 當然是那個 那個韓國瑜 奇奇怪怪的 所以你說他走到現階段 還有他周邊的人 在他跟韓國瑜之間晃動 其實多多少少也影響 他一點情緒吧 公道柏今天接下來要怎麼做 給他個公道 公道柏接下來的做法 其實很簡單 就是代價而過 那個價當然不是金錢的價錢 就是他的價值 因為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你說公道柏心裡 對韓國瑜會不會有怨 我想多少有 公道柏脾脾氣再好 也不可能說完全沒有怨 我當初這樣跟你相聽 你現在背後開槍 背後開槍 韓國瑜對公道柏背後開槍 不管他有沒有當他的面 講過他不要選總統 可是韓國瑜知不知道 公道柏要選總統 當然也知道 你要算 因為祭祝 人情依你要先講 打個招呼 不好意思我也要算 結果他連這個動作都沒做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公道柏對韓國瑜 心裡一定會有怨 然後公道柏跟郭台銘 其實是老朋友 他們本來就有交情 所以如果公道柏 他選擇在初選之前 都不表態 那他繼續去整合地方資源 然後明天在高雄的活動照辦 我就不曉得他所為何來了 你要整合資源也要花資源 今天不是說我叫人來人就會來 你總是要有個師出要有名 你叫我們這麼多人來 請外人坐在這裡要做什麼 聽你講過嗎 應該不是吧 所以他 我不認為說他會完全沒有動作 只是我覺得他 要展現實力 對他昨天這篇聲明 我們其實傳達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就是 你們不會算最大 就是我不選我最大 你們那些什麼韓粉 什麼粉 我沒有你怕你啊 因為我不選了嘛 你還粉再來嘛 要怎麼樣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訊息就是說 王金平 我是有實力的 我王金平是有實力的人 而且我不會因為退出初選 我就把我以前 經營的那些東西全部丟掉 對 然後我會繼續經營 必要的時候 我會展現出我的實力 晚間十點 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